男孩用扫把敲了敲墙 怎么会有声音 用力一瞅 上面就出现一个洞 紧接着是第二个 第三个 姐姐也非常好奇 用扫把轻轻一敲 墙皮就掉了下来 仔细一看 里面竟然有一部电梯 小帅在报纸下面 发现一把金钥匙 这时上面传来声响 他爬进电梯拉动绳索 很快就来到一间密室 用手电筒罩了一圈 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尘土 突然他看见一个箱子 上面的图案和钥匙上的一模一样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打开柜子 发现里面都是衣服 还在衣服里找到一本古书 突然身后传来声响 他走过去一看 地上竟然写着 请离开这里 而箱子上的手电筒 竟然诡异的转了起来 他非常害怕 捡起手电筒 急忙逃进电梯里 回到卧室后 看到纸条上写着 不要打开书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可他根本不相信这些 一把撕掉封印 下一秒 一股狂风吹来 能量波动向四周蔓延 刚打开书 身后就传来一阵响声 书架突然动了起来 这一切都太诡异了 男孩把自己锁到箱子里 随后津津有味的看了起来 这是祖父留下的 上面说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生物 正在这时 他听到一声尖叫 原来姐姐的头发 被莫名其妙的绑到了床上 不过小帅心里 似乎已经有了答案 第二天 他做了个小木屋 把蜜蜂涂到饼干上 终于找到这里的导弹鬼 不想让人看见时 他就会隐身 而整栋房子 都被一层结界保护着 防止恶魔偷走魔法书 小帅拿照妖镜一看 发现哥哥 被一群癞蛤蟆拖着 他赶紧追了出来 一群怪兽 正在举行召唤仪式 地上的落叶 纷纷被吹了起来 从下面钻出一个怪物 仔细一看 一个举着拐杖 颤颤巍巍的老人 站了起来 他走到笼子前 跟小山打了个招呼 原来他就是恶魔 想要骗取魔法书 不过那凶狠的眼神 出卖了他 可翻遍小帅的口袋 只找到一张照片 原来他们把小山 当成了小帅 恶魔让他回家去拿书 否则让全家陪葬 吓得他回去 就跟小帅抢魔法书 正当他们争执时 蛤蟆大军追了上来 他们拼命逃跑 可眼看就到结界了 小山被绊倒 摔到了地上 随后腿上就流出了鲜血 小帅急忙把他拽进结界 这时刚练完击剑的小美回来了 小帅让他赶紧进来 还说附近有怪兽 可小美觉得这是恶作剧 他根本不相信 下一秒 手臂就被抓破了 他不断挥舞手中的倚天剑 突然宝剑上多出红色的鲜血 小帅急忙把照妖镜扔了过去 有了秘密武器的小美 那是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却被小帅拽了回来 看到外面密密麻麻的蛤蟆大军 他们有点害怕了 小帅决定当着怪兽的面 烧掉魔法书 没想到烧了半天 书一点事都没有 于是他们想找姑妈帮忙 小山负责在前面 吸引怪兽注意力 其余两人则跑到了储藏室 打开地道钻了出去 怪兽们闻着气味 在上面不停地追 甚至穿山甲还挖通了地道 在下面快速追来 幸好他们及时爬上梯子 逃了出来 而穿山甲刚钻出地面 就被汽车碾死了 来到疗养院后 看到床边洒了一圈盐 姑妈在花园里晒太阳 得知小帅他们搬进老宅后 姑妈一脸的震惊 拿出魔法书时 更是紧张得不行 她害怕怪兽来抢魔法书 现在只有祖父能对付他们 而祖父在姑妈六岁的时候 就被精灵带走了 正在这时 怪兽打破玻璃抓到了书 幸好姑妈及时撒了一把盐 这才把怪兽赶跑 回到家后 小帅打开魔法书 找到祖父的坐骑 诗鸠神兽后 念出咒语 随后外面就传来一声鸣叫 一对利爪从天而降 原来是诗鸠神兽到了 没想到他这么大的体型 还非常温顺 紧人乘着神兽飞到空中 穿过一片辽阔的原始森林 来到云层之上 半天后 终于看到了祖父 他不仅活着 还很年轻 可祖父说 他只在这里待了半天 没想到外面已经过去了八十年 原来他被风精灵捞乱了时间 如果出去的话 就会变成一堆黄土 祖父说 你通过书中的知识 完全可以打败怪兽 于是他们乘着神兽回去了 刚到家就发现怪兽在结界上撒药粉 来消耗结界 他们在屋里撒满石盐 窗帘上挂满艾草 准备足够多的西红柿酱 月亮出来后 结界失效了 怪兽大军冲了进来 没想到怪兽竟然从地板下面进攻 虽然准备充足 可怪兽实在太多了 没一会儿他们就坚持不住了 只能退到客厅 而地毯下面藏了只怪兽 钢琴被推开 恶魔首领从地毯下酸了出来 一巴掌就把门打坏了 他们急忙跑到厨房 用柜子顶住门 打开柜子 把番茄酱都倒了进去 而怪兽还在外面搞着破坏 等他们冲进来时 发现屋里一个人都没有 这时小帅划了根火柴 把地上的引线点燃 一直通向装有番茄酱的柜子里 突然轰的一声 无数番茄酱像鱼垫一样冲了出来 下一秒 怪兽就变成绿色液体 全都死敲敲了 正在这时 竟然有人推门 原来是老爸回来了 他上来就跟小帅要魔法书 小帅知道这肯定是假的 于是给了他一刀 原来老爸是恶魔变的 随后小帅乘坐电梯 来到密室 怪兽变成大蛇紧随起后 小帅不断往上爬 来到屋顶 可一不小心滑了下去 见怪兽追来 他急忙把书扔了出去 恶魔变成一只大鸟 抓住了魔法书 正在这时 二师兄抓住大鸟 一口吞到了肚子里 原来二师兄的家人 都被恶魔害死了 他是来报仇的 而祖父在风精灵的帮助下 把姑妈接走了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comprehensive 优优独播旨 感谢观看